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的四位男闺蜜 前三位火爆全网 只有她被遗忘 想必大家对迪丽热巴都非常熟悉了 迪丽热巴是一个标准的新疆美人胚子 浓厚的抑郁风情让人觉得五官非常的精致 像热巴这种精致的女孩也是收获了不少男生的芳心 在娱乐圈里热巴也是人缘非常好的艺人 认识许多的朋友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说几位迪丽热巴的男闺蜜 第一位就是高伟光 高伟光跟热巴是同经纪公司的艺人 两人也适合做过非常多的作品 高伟光的容貌跟迪丽热巴一样都是一股抑郁风情 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两人私底下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片场两人也是打打闹闹 第二位张冰冰 张冰冰和迪丽热巴也是同一家经纪公司 张冰冰与迪丽热巴也是一对非常要好的合作伙伴 当时两人合作的作品都是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张冰冰因为长得非常清秀 再加上精致的容貌深的很多女粉的芳心 第三位邓伦 想必大家对邓伦都并不陌生吧 邓伦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成为了娱乐圈里数一数二的艺人 邓伦其实也是有和热巴合作过 当时两人合作拍摄的《1001夜》就让大家见证了什么 叫做《神仙眷侣》两人在剧中频频撒狗粮也是让观众们看得入迷 私底下邓伦和热巴也是一对要好的朋友 在平时出席活动两人打闹的场面就能看得出来 最后一位就是圣依伦 圣依伦当时出演《太子飞升直记爆火》 圣依伦当时与热巴一起合作漂亮的李慧珍 当时这部剧也是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并且热巴也是凭借着这一部剧拿到了精英女神的成就 两人的关系自然而然也是非常好的 但可惜的是圣依伦也是慢慢地淡出了娱乐圈 一直的不温不火 已经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但不管怎么说吧 情商高的艺人在娱乐圈人际关系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情商高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对这几位艺人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